台鱼圈里 提到才子和渣男的混合体 很多人会想到一个人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纽承泽 前些时间 台鱼圈的一则大丑闻 将纽承泽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法院驳回了纽承泽 因为强制性交最提交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四年的有期徒刑 作为娱乐圈里的大佬 降门之后 为何会沦落到阶下囚的地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18年12月5日 纽承泽指导的跑马剧组 其中一名女子一扇不整的跑到警局报案 声称遭遇了纽承泽的非礼 据受害人所述 当晚因为工作需要 他是剧组的助理 因为工作关系 参加了纽承泽发起的一次私人聚会 因为谈得很晚 纽承泽特意强调还有工作要跟他谈 于是其他人离开后 他留到了最后 没想到纽承泽将他强行按在沙发上 由于受害人反抗过于激烈 双方发生肢体冲动 纽承泽似乎无法勃起 后来用手指代替 对受害人造成下体伤害 受害者后来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验伤 据验伤报告显示 受害人的胸口有口水 经DNA检验 确认是纽承泽留下的犯罪证据 另外 被害人下体有多处撕裂伤 四肢也有很重的淤青 种种迹象表明 受害者控诉纽承泽的案情完全属实 并非恶意重伤 那么 一个赫赫有名的知名导演 凭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 据纽承泽在娱乐圈的以往表现显示 这位大导演早就有前科 只不过很多女明星畏惧他的权力 因此才选择了忍辱负重 忍而不发 然而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 总有打不死的小强挑战权威 这一次 纽承泽算是灾了 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早在三年前 任贤其为了符合跑马剧组中 扮演的人物形象 还特意增肥至200斤的体重 因为导演落马 跑马成了落水马 任贤其的粉丝纷纷为他打抱不平 心疼他身上的肉肉白长了 或许是不甘心所有的付出都成为泡影 任贤其买下了跑马的所有版权 打算亲自操刀完成这部电影 据业内人士反映 他们对纽承泽的丑闻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纽承泽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 举止轻浮 天欲灭之 必先令其狂之 纽承泽之所以如此狂妄嚣张 跟他强大的家族背景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66年6月23日 台湾一户军阀世家喜天人兵 纽承泽跟甄嬛传里的甄嬛一样 有一个了不起的姓氏 纽护路 他是满清后代 军阀后人 满清历史上 与慈禧太后一起垂帘听证的慈安太后 他是纽承泽的姑奶奶 军阀名将冯玉祥 跟纽承泽的太外公 也就是龙南王孔樊锦 是拜靶子兄弟 父亲19岁跟随国民党到台 在纽承泽12岁那年 父亲罹患罕见的运动神经元萎缩症 母亲张清琴身为将军之女 曾做大学老师 也是国剧编剧 得过国家文艺奖 阿姨嫁给了名中医师张正茂 纽承泽的弟弟从小体弱 从小生长在将军府邸 纽承泽觉得母爱都给了弟弟 因此患上忧郁症 陷入人生混乱时期 之后随着成长慢慢与母亲和解 自古权力不分家 据纽承泽回忆 小时候曾经在蒋介石家里的厕所蹲过 虽然天下厕所的功能都一样 蹲过历史名人家厕所的荣耀感 却让纽承泽一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纽护路家的豪横从上至下 由来已久 纽承泽的凡尔赛是炫富花样百出 不留痕迹 据他所说 早些年的时候 每当爸爸吵着没钱用的时候 爷爷都会卖一套房子 将门出胡子 慈母多败儿 从小生活在不差钱儿的环境当中 纽承泽的学习成绩也让人无法直视 他做全班倒数第二 无人敢做第一 不以维持反以为荣的纽承泽 用天生我才必有用来安慰自己 因为成绩太差 经常托拳班成绩后腿 甚至一度被发配到放牛班 直到九岁那年 凭借家族势力的强大 纽承泽被娱乐圈导演看中 渐渐涉足影视圈发展 1975年 九岁的纽承泽 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大荧幕作品 小宇思思 1983年 17岁的纽承泽红韵当头 由他跟张氏 张淳芳主演的电影 风贵来的人 荣获第21届金马奖提名 纽承泽坦言 家人之所以送他进娱乐圈 是因为觉得他有娱乐属性 2004年 纽承泽做客康熙来了 在节目中他自爆学生期间的恶趣味 伙同一群臭味相投的男生 堵在厕所门口 挨个墙稳进去方便的女生 比赛看看谁能顺利稳到女生 徐希帝和蔡康永满脸惊恐的说他们的行为 就是强暴犯 没想到徐希帝当年的评价 若干年后 纽承泽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徐希帝所言非虚 或许觉得过过嘴瘾还不够 纽承泽还想让徐希帝配合 现场来一波强吻女生的回忆杀 遭到徐希帝的言辞拒绝 才华与龌龊可不可以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个疑问在纽承泽身上 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 随着台湾影业的逐渐凋零 纽承泽开始尝试转型做导演 当年流星花园火遍影评之时 纽承泽觉得这种作品他也能搞 因为没啥技术含量 只要照着漫画书的剧情 再找一个会写剧本的作家 按部就班的拍就可以了 如此狂妄的纽承泽 自然引来同行的讥讽 当时很多人觉得他在说大话 没想到纽承泽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他绝对不是纸上谈兵 2002年 纽承泽将日本家袁秀泽的作品 来我家吧进行二次改编创作 之后又聘请了当时最火的F4团体 范志伟和许如云担当主演阵容 这样的高配版组合 被纽承泽搬上小荧幕之后 不出意外的反响热烈 在此之后 纽承泽趁热打铁 相继退出了求婚事务所 我在肯丁天气情等热播剧 在小荧幕上小试牛刀之后 纽承泽又继续挑战大荧幕 那些年由他指导的电影猛侠 城市守望者 I love 军中乐园票房业绩和口碑都不错 只不过 月亮背面是黑暗 那些幕后故事却令人发指 拍电影原本是一种艺术创作 艺术原本应该是弘扬真善美最好的途径 然而纽承泽在拍电影的过程中 却多次利用导演这个职务权力 频频压榨女演员 在拍摄情非得以之生存之道时 演员柯幻如在戏中扮演纽承泽的女友 因为剧本没有特别标明 要如何拍感情戏 所以给了纽承泽开游的机会 他给柯幻如临时加了一场全裸的戏 于是只贴了两枚胸贴的柯幻如 让纽承泽不仅大饱眼福 两人的亲密接触也是激情四射的 拍摄《我在墾丁天际情》的时候 主演张军宁与男演员的亲热画面 或许刺激到了纽大导演的荷尔蒙 居然以两个人表现不到位为由 亲自上场示范 趁机亲吻张军宁的脖子 等部位的敏感区域 2013年6月 纽承泽为拍摄军中乐园 违法带大陆摄影师曹玉 进入海军左营军港登舰看警 后被高雄帝检署 依违反要赛堡垒地带法起诉 之后他在法庭上表示 自己为拍军中乐园花了2.5亿台币 但最终却只卖了不到8000万元票房 故恳请法官不要再罚钱了 但是后来有网友发现 纽承泽去美国看NBA比赛 并且坐在第一排票价最贵的位置 他之前的负债言论也被质疑 2014年11月7日 高雄地方法院宣判 判处纽承泽有期徒刑5个月 缓刑2年 纽承泽随后发表致歉微博 对于违法一事言辞恳切地承认错误 至于NBA球赛风波 纽承泽也已经好友邀请来澄清 之前网络间的传闻 驴履得手的纽承泽胆子越来越大 开游女星的咖位也越来越大牌 在拍摄电影ILVOE期间 纽承泽在这部戏中扮演一个豪门公子哥 为了方便这个角色 跟大美女舒淇有亲密接触 纽承泽再次故技重施 给自己临时加了一场床戏 畏惧纽承泽的权力以及家族背景 舒淇也只能吃了一个哑巴亏 有趣的是 在这部电影中有一个情节 戏中的纽承泽 要靠药物才能让自己勃起 这跟后来他以手指强暴女助理的情节 姚香呼应 由此可见 纽承泽在艺术面前 一直展示着真实的自我 丑闻爆发之后 纽承泽曾经试图洗白自己 他试图将自己侵犯女助理的行为 解释成自己喜欢对方 打出感情牌 试图误导公众对他的看法 然而女助理的验伤报告 以及事发后他发给对方多条道歉信息 却让真相昭然若揭 为了防止事情继续发酵 纽承泽细经上身 给自己加了不少苦情细 他向公众卖惨 说法律之外 已经上演了一场审判了 他早就已经死掉了 然而卖惨这一招并不管用 因为女助理因此一事 情绪一度陷入崩溃 差点精神失常 无法正常生活 两相比较 公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水比水惨经未分明 这桩素人状告明岛事件 引起公众热议 女助理在遭遇纽承泽非礼之时 正值生理期 依然未能逃过一劫 由于罪证充足 2020年4月14日 纽承泽因强制性交罪 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20年12月2日 二审台湾高等法院宣判 以强制性交罪 仍判纽承泽四年有期徒刑 驳毁他的上诉 2021年 花莲地检署同意将发监日期 延后至11月30日 并启动防逃相关机制 纽承泽原定于11月2日执行 但是已经把户籍迁到花莲 要在花莲服刑 更是提供母亲诊断证明书 表示要照顾年迈的母亲 请求延缓入狱 检方目前尚未就此事做出决定 还记得纽承泽在做客综艺节目时 曾经发表的一段感慨 可能他就是一个很笨很笨的男人 所以移植单身 爱与情欲有本质的区别 不懂得尊重女性的人 没有资格拥有爱 更没有资格亵渎艺术作品里的爱 纽承泽终于走进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或许四年后的他 会有所改变 只是谁又会在乎 一个不懂得区别生活与艺术 屡次糟蹋艺术的人 这样的人 早晚会被娱乐圈淘汰出局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注意 谢谢